在我看来婚姻里面的致命伤 其实最大的应该是 对对方有太多的期望 然后你期望对方 他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去圆满你的人生 可是你会发现 我们人这一辈子 永远能操控的东西 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你自己 当你把太多的期望 放在对方身上的时候 对方他又没有办法 达到你想要的要求 久了之后 其实他会有很多很多的冲突 那不管是在孩子身上 或是在另一半身上 都是一样 所以其实一段婚姻要幸福 我们要学着 把太多的期望值拿掉 好 因为爱自己 现在这个口号呢 其实也很商业 它会被用在很多 就是女人的外表 美丽的事物上面 所以很多人他做到 爱自己是这件事情 仅只在于 就是买很多漂亮的衣服 给自己穿 然后把自己的外在 弄得非常非常的美丽 可是其实 爱自己这件事情 不能只有外在而已 它必须要包含 非常多的内在 内在可能包含是 你去学习新的事物 提出学学烹饪也好 学习插花也好 这些是最简单的 甚至你就是 拿几本你喜欢的书 阅读也好 那你就会发现 其实每一段文字 然后每个别人的人生经验 其实它都可以去提升 你自己的能量 那这股内在的力量 它才会支持你的外在 比如说 那我想要让我自己 变得更漂亮一点 更有自信一点 或更有女人力量一点 那从内而外的建构 我觉得才是一个 比较理想的状态 如果说你一直把 自己的心力分散在爱别人 但是你没有办法 回归到自我身上的时候 其实第一个 这个事情没有办法长久 然后再来就是很重要的 你会觉得委屈 任何事情 你只要有委屈的情绪 在的时候 它就会把你导向 破碎跟灭亡 我就在讲说 其实就把人生想像 是一个同心缘 其实爱自己 是里面最中心的核心 你只有爱自己 这块事情是很圆满的时候 你才可以往旁边 像太阳一样 像是一个太阳系一样 这样不断地散播出去 然后去爱你的老公 爱你的家人 爱你的孩子 而且是用好的正能量 婚内独立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 包含了时间的独立 然后经济的独立 还有自由度的独立 但它其实每个都会是 一个很大的话题 那包含经济独立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看到 有太多的女性 她现在可能是真的 遇到了渣男 很想离婚 可是因为 一下子没有办法 让自己有重新 照顾自己跟孩子的能力 以至于它就会不断地 深陷在一个婚姻里面 每个人都要保持自己 能够有赚钱的能力 这件事情意思是说 你不能与社会脱节 你要持续地在自己的各种 进修跟各种兴趣的堆叠上面 那另外一个独立 我觉得是夫妻之间呢 其实都需要时间的独立性 那其实我自己 有过深刻的体会 尤其是当孩子很小的时候 每天挂在你身上 然后你完全没时间去看电影 没有时间去看一本书 你可能连想要擦点口红 然后跟朋友们去喝下午茶 都不可能的时候 你会发现 如果我可以有自己 独立的时间空间 那会有多好 那以此类推 其实你的老公也是这样的 他也会需要工作之外 有他自己独立的时间 所以如果夫妻 他们都可以接受这一点的话 我相信夫妻之间的冲突 就会少非常的多 那再来就是另外一个独立性 我觉得是精神自由的独立 意思是说 再好的夫妻 都一定要有心理 自己隐私的一块 所以比如说在这一块 我们后来最常做的事情 就是我们从来不去看 彼此的手机跟通讯软件 但在我看来啦 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秘密 人生本来就不是完美的 并不是说 这是一种缩头无归的心态 而是说当你自己还是回归到 你自己如果是一个 够有吸引力的女性 然后你能够非常的独立 当你够独立的时候 对方就会觉得抓不住你 他也不会让自己太走众 那你们就会维持在一个 非常好奇妙的平衡关系上 那这中间包含了信任 包含了内在的经营 所以它其实是需要时间 去慢慢地累积起来 也就是说 我觉得解决婚姻问题的时候 没有这么多的可视跟但是 你不去做 它就不会改变 关键恋爱最重要的关系就是 我真的要老实讲 就是我可能跟一般读者 我比较不幸运的一点 是我真的差点面临老公 就离开我的人生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每一天呢 第二天能够健康地起床 都要感谢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明天跟意外哪个才会到来 所以对我来说 现在每一天早上起床 你会看到他在你旁边睁开眼睛 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件 值得幸福的事情 如果能用这种心情生活下去 那你每一天都会想恋爱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